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记录更新 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 之前我们已经写好了我们的一个删除 删除只需要使用remove 我们就可以去把我们的记录删除掉 那么更新呢 同样的我们需要使用doc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一个指定的一个ID 然后这里呢 我们不要remove 我们写到一个update 我们使用update去更新我们的一条记录 我们的记录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ID 当前是一个vue 我们要把它更新成一个html 是什么呢 name name我们要把它改成html 这样的话我们保存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更新我们一条指定ID的一条记录 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结果是不是正确的 运行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影响了一条数据 然后我们更新了一条数据 然后回到我们的一个控制台 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name已经变成了html 那么我们的更新呢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更新呢 除了一个update 我们同时呢 还有一个set的一个方法 set呢 同样可以去更新的我们一条记录 比如说现在我们需要name 我们把它改成vue 然后-test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type type呢 我们叫前端 保存一下 现在我们去增加两个字段 修改一个字段 然后新增一个字段 看我们更新可不可以更新成功 我们上传并运行 运行成功之后呢 我们回到控制台 然后我们去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name值已经更新成vue test 然后我们增加了一个type的一个字段 同样呢 我们set还可以去增加 那么我们的update跟set 这两个方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这样 我们把我们的doc 我们去给它变成一个123456 我们去找一个id是123456的一条数据 很显然我们这条数据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再把我们的set改成update 然后内容呢 我们把它改成html 我们保存一下 如果说我们当前的一个id不存在 我们使用update的话 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我们先上传并运行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运行结果呢 我们是没有引行到任何的一个记录 然后我们也没有更新任何的记录 全是零了 就说明我们的更新没有成功 然后回到控制台 我们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啊 我们没有任何的一个记录的变化 那么就是说我们的update 是不能更新我们id啊 就是说我们的记录不存在的情况下 update是更新不成功的 那么同样的代码呢 我们把update我们改成set 保存 然后我们试一下 看会不会更新成功 运行成功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结果 我们更新成功一条数据 然后再回到控制台 我们刷新一下 然后可以看到下面呢 给我们新增了一个id是123456的一条记录 然后name啊 就是我们之前试制的这几个值 然后会把我们的id123456 然后更新成功 那么我们得出来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说我们的update 只能更新存在的记录 那么set呢 如果记录存在 就更新 如果不存在呢 就添加 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个结论 所以说我们要根据我们不同的需求呢 去选择使用update的 还是使用我们的seller方法 去修改我们的记录就可以 那么添加删除跟修改 我们都解决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去查找我们的数据 而且查找数据呢 应该是在我们实际业务中 用的是比较多的一个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我们把我们的内容全部都删掉 同样呢 我们先声明一个res等于 alert alert谁呢 我们alert一个 .doc 同样的是我们使用doc doc我们去查询某一条记录 我们比如说要查询第一个吧 我们去查询我们的id 内蒙式里名的这个记录 我们把它的id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后面直接跟一个.get 这样就可以去查询我们某一条记录了 首先我们看 doc呢 它是一个查询条件 它的条件是什么呢 id就是我们当前输入的这一条记录 我们要去查找我们的id 查找之后呢 它还是没有开始去执行我们的一个查询条件 只有我们在.get之后才会正式的去查找我们的一个记录 然后呢把我们的res 我们通过sufu-tread的方式 我们打印一下 保存一下 然后上传并运行 看一下能不能查到我们id啊 是这个的这条记录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返回结果啊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记录被影响到了 那么它的一个data下面呢 会给我们返回了一个具体的数组 这个数组呢 其实我们看一下name是里名 就是我们id是他 然后name是里名 这么一条记录 就会给我们返回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查询啊 简单的一个查询 指定id为某一项的某一条记录啊 我们可以去这么写 那么如果我们想通过name呢 我们想去查name 是vue-test这么一条记录啊 我们查这条记录 那我们怎么去查呢 那么doc只能应用到我们的id 那也不能应用到我们其他的字段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doc了 我们把它删掉 我们使用一个var的一个查询条件 我们也是传入一个对象 然后对象的name是什么呢 name就是vue-test 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使用var就可以 更方便的我们去指定我们某一个字段 然后我们上传并运行 我们看一下结果 看会不会能拿到我们当前的这一条记录呢 然后我们看一下一个运行结果 结果呢会拿到我们的一个name是vue-test type呢是前端 就正好是我们这一条记录 说明我们的查找是成功的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查询条件 然后把它返回到我们的一个客户端里 我们在return里面啊 我们写一个data data是啥呢 是resresres我们肯定不能直接返回 也不是不能直接返回 但是我们有用的信息只是data后面这一个数组 这是我们有用的信息 然后我们只需要res.data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给它一个code啊 给它一个成功码是200 然后我们再返回一个message 然后是查询成功 我们保存一下 现在呢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查询结果啊 返回到我们的一个前端 我们上传啊 部署 我们先把我们的云函数 部署到我们的一个云服务器 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日志呢 打印云函数已经上传完成 完成之后回到我们的客户端啊 我们在这里直接可以去运行我们的一个项目了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项目 现在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直接点击我们之前写好的一个按钮 我们点击 然后给我们返回我们需要的信息 可以看到resresres里面呢 会给我们返回code200 查询成功 然后data里面呢 就会把我们查询的相关的内容 会返回到我们的客户端里面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云函数呢 现在我们的内容值 我们是把它写死的 正常情况下 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去做的 我们一般的这个值呢 查询条件 我们需要是通过我们的data去刷进来的 比如说我们去刷一个内容 内容是李明的一个记录 我们要查询这条记录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event里面 把我们的这个值呢 替换掉 event name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上传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现在我们的一个查询条件呢 就变成了我们从客户端传进来的一个条件 然后我们查询哪一条呢 我们看项目的数据库 我们查询 我们的内容是html的这一条记录 我们就只需要在代码里呢 把它换成html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然后刷新一下阴面 然后我们点击质疑形云函数 看一下我们的返回结果 对不对 返回记录呢 会把内容是html的这条记录 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这就是我们一个查询的应用 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我们一个数据库 简单的一个增删改查 并且呢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客户端 实际上去调用我们的一个云函数 我们的云函数里面 去对数据库进行了一个操作 然后把我们的数据呢 再返回给我们的一个客户端 当然呢 这只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 对数据库的操作 到后面呢 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涉及到一个聚合 聚合是做什么的呢 它可以对我们的数据呢 做一个更精细化的一个查找 然后去返回给我们的客户端 聚合可以做的事情呢 当然比我们的ware可以去做的更精细化 如果说我们只是一些简单的条件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使用doc或者使用wire 去做我们的一个数据查询 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精细化的操作呢 我们就需要使用聚合了 聚合呢 会在我们的实战课程中 跟大家讲解演示 我们的聚合具体的如何应用 我们的聚合机 我们的聚合机